大家好 歡迎收看《玲瀾對話》 今年4月底 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召開了一次專門的會議 討論所謂的大國儲備 會議就宣稱說 當前及今後的一個時期 中國面臨嚴峻複雜的災害形勢 所以要做好應急物資的保障工作 這個嚴峻複雜的災害形勢指的是什麼 在當時是個謎 時間進入了6月 這個謎底似乎掀開了一角 6月中旬以來 中國遭遇有記錄以來的最嚴重的熱浪 熱浪記錄持續了73天 超過了2個月 創下1961年中國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極值 40攝氏度以上的覆蓋範圍達到了136.5萬平方公里 也創下了歷史記錄 半數的中國國土遭遇乾旱 包括寒冷的青藏高原部分地區 高溫少雨對農業生產來說是個噩耗 這次的重災區就集中在6個省市 四川 重慶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恰恰就是中國的糧食主產區 根據中共水利部8月11日對外發布的數據 這6個省市受旱災影響的面積已經達到了1232萬畝 這是個什麼概念呢 這6個省市的耕地總面積大概是36000萬畝 據此推算 受旱災影響的面積大概是其耕地面積的3% 10天以後 中共又發布了一次數據 說四川 重慶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等9個省市的耕地 受災面積已經達到了3299萬畝 官方沒有宣布除了此前公布的6個省市的重災區以外 還有哪3個省被納入了統計 但是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 其實受災最嚴重的還是那6個省市 所以如果我們把分母局限在那6個省市來做一個估算 受災3299萬畝 就占到這6個省市耕地面積的高達10% 而且這還是中共官方的數據 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我們就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來說明它是在掩蓋 那你比如說這個旱災包括高溫 它是包括山東的 原來你從衛星雲圖上來看 山東一直包括在那邊 後來才把它劃到圈外 儘管山東還是很熱 35、6度 但是後來它就把它從高溫天氣的圈就劃出來了 那造成的這種影響和損失實際上在山東 在這個魯南這一帶也是非常嚴重 現在距離收穫還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南方的中道正是抽碎陽花期 是決定產量的關鍵時期 也是對溫度和水分最敏感的時期 田地沒有水灌溉 就會出現花粉活性下降的問題 可能會面臨嚴重的減產或者是絕收的風險 而水稻佔秋糧產量的大約40% 也是中國最主要的口糧 去年這六個省市的糧食產量合計是1.68億噸 佔全國總產量的近四分之一 而秋糧佔中國全年糧食產量的四分之三 如果這六個省市的水稻欠收 今年的糧食產量會受到影響 糧價也大概率會受到波動 影響還是非常大 前一個階段 山東很多地方的不同地方的朋友說 就是漢到什麼程度 就是這個桃樹直接就接著桃子就漢子在地裡 不是說最後太漢了 桃子落了葉子落了樹還活 不是這樣直接樹就死掉 在我的經驗當中 我在那個地方生活這麼多年 在官方公布的旱災重災區裡不包括山東 那裡是成光城的故鄉 也是中國糧食的第三大產區 根據成光城瞭解到的情況 山東今年4月開始持續的乾旱 嚴重的影響農業 其他東西把水拉到山上去 然後每一顆苗或者每一個種子 給它分著500毫升水 否則你老百姓東西跟你種不上 就我所知在我們那個地方 種花生季節拖後了差不多兩個月 也就是說從4月20號左右 拖到6月20號左右 他們最後實在在等不及了 他們就不管天氣 刨個坑把花生米埋進去 就等著天什麼時候下雨 什麼時候花生米發芽 然後抬著 這個也是非常罕見的 這些年景由於環境為中共破壞的那麼厲害 農民種田非常的快 除了這種旱災 另外還有一些蟲害 都非常的嚴重 一般來說 老百姓就說在割麥子之前 或者割完麥子就會把玉米種上 但今年呢 也是由於這種嚴重的干旱 那玉米也比往年晚種了一個多月 老百姓真的非常的不容忍 盼著天下雨 仍然到現在為止還是靠天吃飯 您剛才講到村民還要用三輪車去脫水 當地沒有一些輔助灌溉的自動化的設施嗎 這個東西從根本上 共產黨這套系統就是爛的 你比如說我們村子吧 他們假裝修抽水的設備 田園的灌溉設備 他們就在河邊的沙灘上挖一個坑 把那個坑周圍用石頭稍微擂一下 拍個照片看起來像那麼回事 這就交差了 然後那個管道從河邊往村子方向修 那邊的路差不多五六十米 然後那管子就沒有了 接下來怎麼辦呢 接下來就弄一個樹的管子 差不多一米多長的這種管子 到田園裡去 隔不遠而把它埋到地裡一個 隔不遠而埋到地裡一個 如果說是你來檢查 他可以說這些管子都是往地裡灌水的 這個水的來源就是河邊武秀的那個景 這就是共產黨所謂的扶貧項目 但是瞭解情況的呢 你又都知道 根本地底下沒有管子 只是把一個一米多長的管子 埋在地裡一半露出一半 讓人看得好像是地下有萬元社會一樣 現在在共產黨那裡 堂而皇就都發生了 這些東西也沒人管也沒人問 反正騙到手就是錢 基本上整個共產黨的系統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你指望共產黨 根本就指望不上 所以老百姓仍然現在 就像普人所說的 一頭淋牛半目前 州也靠天荒也靠天 如果說有一點改變的話 那就是原來真的是要靠一頭淋牛 現在呢 有個家庭 可能是用鎖鎖托拉機了 就是這個區別 其實根本上老百姓的生產工具 它的生產力並沒有太大的飛躍 這個非常非常可惜 農民 這是為什麼現在的農村 開始就沒辦法生存下去 雖然達不到十四九空 但是十四七空是差不多的 老百姓要靠吃飽度的排行 其他的那就麻煩大了 您剛才說的這個扶貧項目的造假 村民有嘗試去套個說法嗎 有啊 村民們原來對習近平剛上臺的時候 也是抱著很大希望 結果後來的老百姓呢 親身體會去向這個什麼 紀檢委啊 舉報 舉報來舉報去 最後發現沒用 根本上沒什麼變化 這個習時代和共產黨任何 其他的時代在老百姓深淵這個問題上 在老百姓揭露共產黨腐敗這個問題上 沒有任何的變化 老百姓對此也是根本就不抱希望 這個體制不改變 你指望著大流氓來解決小流氓制度的問題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啊 人家要維護共產黨的利益 要以黨的利益為重 用最最最最普通老百姓都能聽懂的話說 你也是黨員 我也是黨員 你得像著我啊 你怎麼可能就像著一個普通韭菜呢 所以說其實上層官員和下層官員之間 很多時候 當然說的話不太容易懂 說要回黨的利益 什麼是黨的利益 就是說人家是一個團隊 人家是一夥人 人家給你老百姓本身就不是一個階級 這是問題的關鍵 老百姓沒有說話的地方 沒有發言人權 你的利益被侵害了 你連叫天不贏叫地不靈 這就是目前這麼一個狀態 你要發個天出去 說不定給你抓口袋隊 是吧 倒搖搖亂秩序抓起來了 那你現在怎麼辦 那這這麼狀態 沒有道理好講 檢察院應該去 他去嗎 他不去啊 他不去老百姓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一個中國淪陷區在共產統治之下的一個非常坦略的現狀 除了極端天氣造成糧食減產 還有耕地面積縮水 務農人數減少 土地污染等等因素 這些因素加起來 使得中國的糧食危機越來越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 中共當局對此是心知肚明 因此最近幾年把糧食問題提高到了所謂國家安全的角度 但是他卻仍然對百姓宣稱形勢一片大好 因為恰恰是中共自己掏空了中國農業的根基 讓我們從黑龍江一個離奇的案例說起 黑龍江是土地中的大熊貓黑土地的主要分布地點 黑土地是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壤 是上天N次的珍貴資源 中國黑土的45.7%都集中在黑龍江 然而就在這塊沃土上 2012年發生了一件離奇的耕地流轉案 造成了上千畝的耕地流失 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呼蘭區的瀋家鎮大羅村是傳統的農業村 村民們背靠黑土地天賜好收成 2012年的夏天 在大羅村一千多亩的玉米地上 綠油油的玉米葉隨風飄搖速速有升 等待著不久之後的成熟採摘 然而6月份的一天 幾輛的大型產車發動機轟鳴聲破壞了這片寧景 隨著產車所到之處 玉米是桿斷根蛇 1200多亩的玉米地虛餘之間被連根鏟除 大羅村的村書記王某告訴村民們 哈爾濱水利投資有限公司來本村徵地 用於土地整理 把漢田改成優質的水田 到2027年就歸還給村民繼續耕種 在村幹部的勸導下 村民和村里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 並獲得了每亩1萬元的補償 相當於把土地的使用權租了出去直到2027年 但是很快 村民們發現事態不對 大型產車昼夜不停的運作 在農田裡掘地三尺 挖出一車又一車的土 運出村 一部分是賣給周圍的磚廠燒磚 另一部分拉到附近的大頂山蓄水工程 用於修大壩 一些村民發現自家地裡的土 已經被挖走了一米多深 甚至有施工方入住 在農田裡打建築地基 看起來是要合則爾虞 而不是要把這地改造成優質的水田 世代依賴這片土地繁衍生息的農民們 坐不住了 對於農民來說 沒有土地就沒有未來 他們找施工方理論 結果無意中得知了一件更讓他們震驚的事 原來哈爾濱水投公司和村裡簽的是 土地買斷的合同 每亩地5萬6千元買斷重包權 簡而言之 這地已經轉手了 因此村民無權干涉土地的用途 但是村民們清清楚楚地記得 村裡和村民簽的是土地流轉合同 是租約 不是出售 而且每亩也只有一萬元的租用費 為什麼同一塊地產生了兩張合同 5萬6買斷和1萬元租用 每亩地產生了4萬6千元的差價 1200亩地的差價就是5000多萬 資金去了哪裡 另外施工方掘地三尺的挖土賣 一方土在當地能賣到30多元人民幣左右 村民們估算 賣土方的收益就高達2800多萬 土地上的坑坑赫赫 是如同一個個黑洞挖出無聲的質問 這些巨款落入了誰的口袋 而且這是明確的違法行為 按照中共的法律 禁止在基本的農田裡蓋房取土挖沙 不能把基本農田蓋為非農業用土 於是村民們開始了層層上訪舉報之路 從村裡、鎮裡到區裡 最後找到了市裡 從公安部門、紀檢部門到國土規劃部門 他們在每一個層級、每一個部門都遭到了推諉 他們還寫公開信 向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舉報 同樣的石沉大海 相反 一位住在北京 積極參與舉報和維權的村民 竟在北京遭到了不明人士的毆打 他向北京公安報案同樣是沒有結案 後來當地村民是訴諸媒體 那是中國媒體的生態 還苟延殘喘地保留了一部分異地監督的職能 所以在外地媒體的報導下 當地官方被迫做出了象征性的回應 對這宗土地違規買斷案 涉案的52人進行了黨內的警告 其中誘導村民簽下賣地合同的大羅村村書記王某 只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 暫時停止了村支書工作 但是短短兩年後風頭稍稍平息 王某不僅東山再起 重新擔任了村書記 還兼任了村委會主任 並且延續至今 村民們懷疑村書記王某背後 有更高層級官員的庇護 他們在公開信中舉報說 按照相關法律法規 更地的流轉需要經過各級政府的批准 那麼大羅村的上級政府 哈爾濱湖南區區長就難辭其咎 而時任區長朱輝是江澤民派系的要員 李春成的小舊子 李春成本人也是從哈爾濱起家 並且靠批地賣地和哈爾濱的地產商 結成了利益同盟哈爾濱邦 之後李春成到四川任職 成為了周永康的心腹 並且把這套批地賣地一條龍的套路 帶到了四川 在2012年大羅村民為討回土地 逐級上訪之際 正是朱輝在任區長 李春成進入了後補中央委員 周永康在中央的權勢如日中天的時候 如果這條脈絡屬實 也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各級政府對村民的訴求置若網文 公安對村民上訪被打 不聞不問 據村民回憶 大羅村的村書記王某曾經揚言 你告到國務院我也有人 沿著朱輝李春成周永康這條脈絡來看 王某所言或者不虛 一個小小的村官沿著一條人脈 居然就可以獲得中南海的影響力庇護 這不得不說是中共黑幫式的權力特色 而如今周永康和李春成早已倒台 失去靠山的護蘭區區長朱輝 也已在反腐運動中被查 並且被指控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 2019年 護蘭區又有12名官員被查 據大陸媒體報導說 這12名官員多數都涉及到大羅村土地非法流轉案 在失去了保護傘以後 他們最終淪為了階下囚 但是離奇的是 大羅村的書記王某依然屹立不倒 從這個角度來看 王某的保護傘是不是另有其人呢 這種由全力黑箱運作而導致耕地流失的案例 絕非個案 例如李春成管轄成都期間 新都區的2400畝耕地被徵用作地產開發 原洛陽市領導孫善武把洛南地區的4萬畝耕地 建成了商品房和行政區 2002年至2003年 江澤民的重要親信陳良宇 在擔任上海市長、市委書記期間 違規授權上海國土規劃等相關的部門 為他的弟弟陳良軍獲得了354畝土地的使用權 其中183畝耕地轉為建設用地 然後陳良軍將土地使用權變向倒賣 非法獲利1.18億元 這還只是官方披露出來的冰山一角 這個現象怎麼說呢?非常普遍 那背後的問題是什麼呢? 背後的問題就是共產黨 他無論做的什麼錯事 共產黨原則上是不會給你糾正的 除非你鬧出非常大的動靜出來 所以剛才這些官員他們的落馬 都是因為周永康倒台了他們才失事 而不是由於這樣一個社會的糾錯系統 導致他們丟官罷子 不是這樣一個概念 共產黨這個系統 很多地方官從下到上 在他們可以動用的財產資源範圍內 他所賄賂的、他所搭解的 絕不僅僅是像剛才說的這個區長 他是成片成片的去布局 所以說這部分人倒了 還有那部分人仍然出面幫忙 你比如說檢查系統 這樣的事情告來告去 那為什麼沒人介入? 檢查系統幹嘛去了? 去委幹嘛去了? 那區長還能都把這些東西買通了嗎? 那可能嗎? 而且這些老百姓告訴他 他肯定是超過區了 到勢力了、到更高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也不去做人呢? 其實這是一個整個中共系統的問題 不是說某一個官員的問題 有時候共產黨會故意的 把這一類的案件 把它歸結於某一個官員 某一個人獨職、犯罪、違法、亂計 所造成後果 其實這本身就是在輿論老百姓 就是騙老百姓這些壞事都是他幹的 跟我黨沒關係 跟其他幹部沒關係 鬼話 因為共產黨這個系統就是內向淘汰極致 你有良知、你有正義感 你在這個系統裡活都活不下去 所以久而久之這個系統 就成了一個沉澱器了 只有渣子能留下來 好人在裡面是呆死了 是 中共中央政府最近幾年把這個保留耕地 提到所謂國家安全的角度 但是這個耕地還是在流失的 其實說白了就是利益 這方面不管你共產黨說的再好 當真正具體的利益擺在面前的時候 就會出現上有政權下有對特 共產黨系統就似乎就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權力啊 你一放,你一放就亂 你一手一手就死了 所以你就回看一下 不如說太早就八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然後這一段時間 共產黨幾放幾收 我關於土地的批復權 有時候就會收到中央 回這個中央管 有時候也會給地方土地部門一些權力 比如說你可以批一些什麼東西 但是最後你發現完全沒辦法 共產黨幾乎他們自己制定一個規則 希望他們的官員去遵守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說可根地不可以用來蓋籠 那比如說林夷 林夷周圍他就把這一片地 他圈起來去向有關部門去上報 說這片地我們準備用它來建什麼什麼東西 這個地方是屬於核灘地不是可根地 然後大概其中找幾部分 你比如說你看這個地方長著爐尾 再配點圖 那你說這個東西按照規定 它報上去以後 你說土地部它批不批 那不是可根地 但實際上長爐尾的在裡面 佔百分之零幾 它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地 那批圍一下來 這個地方就會被破壞掉 對吧 它這些東西你說你怎麼辦 你說老百姓去說話管用嗎 它會讓你說嗎 對吧 你去上訪管用嗎 你上訪 你上訪你人還沒出去 地方政府先派人把你擠壓回來 打一頓 關幾天 實在不行 送精神病院了 對不對 你說中央它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 它如果一定要想知道 它是可以知道的 但是它也不想 因為它管不了 對吧 古代皇帝還可以 微服私房的了解情況 現在它需要嗎 微信地圖一掉 聽清楚楚的 它怎麼不知道啊 但是當中央的利益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發生衝突的時候 共產黨沒有能力解決這個矛盾 現在就是非常典型 就是這樣一個意思 對吧 你不讓我開發 我地方財政靠什麼來欠 那你還要求我的財政 每年要增長6% 然後你國稅局在這兒收稅 收稅就拿走了 我地稅局怎麼辦 這個矛盾就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你說所以共產黨這個官員系統 都是從下道上都是一串一串的 就像龍區菜似的 你動動這個官跟那個官有聯繫 最後弄來弄去 中央的某個官員都動它了 現在隨著這個時間的推移 共產黨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強勢 但實際上強路之末了 地方官自己心裡也是有數 你要你當面叫我改 那我就改 你不當委員店叫我改 全國都這樣 我也這樣 對不對 你也不能因為我也這樣 而不是只有我這樣 就把我給撤了 就把我給抓起來 對不對 那在這種情況 你說的怎麼辦 那習近平挨個立委館 內不死牌 這可能吧 這不可能的事情 誰會去真正為了這個黨 為了這個國家去賣命 為老百姓利益去努力 沒有一個 跟著共產黨都是為了利益來的 只要給我利益 走馬邊花 水過地啤吃就行了 為什麼要談 不能往一種往央 為什麼要談 要全黨不同中央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不同了 對共產黨政策也好 他的法律也好 他的東西也反著想 沒壞 如果共產黨說 必須維護中央權威 真正的意思是 現在中央的權威受到挑戰 你就這樣理解 不會壞 所以說現在也同樣 是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老百姓 不斷地反應 不斷地去舉報 甚至實名去控告 地方官員的腐敗沒人理 這件事情就足以證明 現在所謂的這種權威 那都是假的 中國耕地面積大幅縮水 背後還有怎樣的故事 潛伏著怎樣的糧食危機 下期節目我們帶您繼續關注 我們的節目呢 在YouTube上有獨立的頻道 請搜索林蘭對話頻道 點擊訂閱和小鈴鐺 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了 也希望朋友們留言、轉發、點讚 您的支持是我們的動力 另外呢 現在有一個新的影音和信息平臺 乾淨世界 這個平臺為觀眾提供各種乾淨的 適合所有人閱讀的內容 如果您也厭倦了互聯網上 紛紛混亂的信息爆炸 不妨去乾淨世界做一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